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我是第一线人员 第一线人员在新加坡已经被安排打了疫苗 那我自己打疫苗的时间两针都已经打完了 然后我打的疫苗是辉瑞的疫苗 然后打完第二针是在二月中大概二月十几号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打完了 然后打完疫苗的感觉我当下只有觉得打疫苗的那只手有一些肌肉酸痛 然后我自己本身没有其他特别的症状 那我其他周围的人有些人有感冒发烧三天 然后之后就好了 那这都是打疫苗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这些不用了 但是可能商人是会问我说 OK那现在到底还可不可以飞新加坡机场这件事情 然后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新加坡站的机场T2跟T4是早就已经关闭了 然后这部分关闭之后机场都在做一些维修装潢 就是太旧换新的部分 然后张宜机场T3是这个礼拜因为CASE的关系 所以Terminal的Arrival部分已经关闭 所以Arrival的Puburn Area在一些餐厅啊 逛街美食都已经关闭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机场员工就是少了一些吃东西的选择 那Departure的部分还是有开放 因为新加坡还是一个就是亚洲就是转机飞航的一个重要的机场 全世界前十大机场只 Patchure的部分呢还是有开放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商务人士的需求 RGL的一些商务人士或者是短期来新加坡做公务啊 商务啊 business啊 金融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RGL的国家还是有有在飞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要飞进来新加坡 现在还是有一些需求像是新加坡公民PR 或是你是长期签证的持有者 你还是可以飞来新加坡 然后最常最常我被问到的问题是 现在新加坡跟香港有在签就是旅游泡 那APP我自己知道是今年的5月26 所以5月26是新加坡跟香港的首号 然后台湾朋友会问说 那台湾跟新加坡的泡沫会不会签成功 现在我我自己自觉的可能很难 因为新加坡也报 然后台湾也报 然后所以要签这个合约的内容 可能都还没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概念 可能会copy香港吧 然后再去延绳做一些东西 这个部分我不清楚 转机的部分怎么办 转机的客人 因为新加坡主要还是一个转机的机场 那如果是美国飞过来是从哪里 欧洲飞过来 那会在新加坡做一个转机 那转机的人会不会跟Depatria的人会有miss在一起 然后这部分跟大家讲解释一下是不会的 因为转机的部分呢 呃他在飞进新加坡的时候 他不会有一个出新加坡一个样的动作 他会被管制在一个区域里面 所以那些飞进新加坡 Aribal的人他要转机到其他国家 所以他在转机的时间都会在张力机场里面 他不是不能进入到新加坡的 然后等到他的 呃转机的那一班要飞出新加坡的那一班 起飞的那一班飞机的时候呢 会有专门的人员带他从休息室到他要飞的那个给玻璃里面去 然后这一路都会有人护送 所以这部分不会有就是转机的人跟出进的客人有混杂的一起 所以不会有这种类似交叉橄榄的可能性 所以这部分大家放心 然后呃在波顶期间 虽然他们在波顶期间会在同一个后机室 同一个Gate Holder里面 然后可是他们要上飞机前 他们会先让转机的客人先上飞机 然后再让出进的旅客再上飞机 所以而且在飞机里面本身转机的客人跟出进的客人就是虽然都在同一个飞机里面 可是他们座位是有分隔的 对 所以这也是减少交叉橄榄的一个可能 这是我知道的现在的状况 然后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往新加坡张艺机场的公车跟MRT大众交通工具 还是有在营运的 所以这部分大家不用担心说 哦因为得到一个张艺机场关闭的一个新闻消息 然后担心我没办法去工作 然后交通工具怎么办 然后这部分呢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MRT跟公车都有在开放 没有在行驶 所以这部分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新加坡张艺机场T3的一个Rebel 是完全关闭的 所以吃东西的东西都关 然后也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那张艺机场的猪肉怎么办 然后新加坡张艺 我们要去新加坡张艺看喷水看瀑布怎么办 然后现在T3迪巴球还是有开放 可是商店呢几乎都关到完 只有几间就是卖早餐 卖一些餐饮跟饮料的还有在开放 然后其他像一些药局啊一些纪念品店 这些都已经关了 然后星巴克也关了 然后现在就有开一个O-Town就是卖咖啡的 那迪巴球本身的现在人数就是旅客的人数 其实可以看起来很明显的在减少 你可以看得出来几乎没有什么人 那也会跟我在录影的时候有关系 我现在录影的时间是早上大概8点到10点这之间 所以人数少也是正常 然后Jule的路口前往Jule的住口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像只有开放给就是工作人员可以进出 所以其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还是有航班是正常飞行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从捷运MRT出来往T2的这个方向 基本上都是关闭的 所以它其实也没有开放给Pupper area的人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